花蓮县老人会25号举办了110年春季银法族健康饮食保健讲座 邀请到花蓮市卫生所为老大人们做身心把关 包括了新型温度计的量表问卷 还有维生素D的饮食健康说明 期盼老大人们能够长保健康快快乐乐过每一天 根据卫生署统计资料 我国65岁以上人口自杀率远高于每日等国 显示老人自杀防治工作的重要 花蓮县老人会25日上午 举办110年春季银法族健康饮食保健讲座 特别邀请花蓮市卫生所专业人员 为老大人宣导如何从日常生活做好身体保健工作 老人家都会有慢性忧郁的部分 告诉老人家平常可以在怎么样检视自己的心情 然后遇到心情比较低度的时候可以怎么样处理 还有什么样的途径可以去防范 就是在透游食的部分还有平常日常的照顾 可以怎么样增加维他命的摄取 因为维他命的维他命D缺乏的话 容易造成有骨质疏松的问题 那是老人家比较常见的一些慢性问题 健康问题这样子 除了了解长者在维生素地的营养摄取状况 也同时宣导心情温度计的量测 检测情绪 不少议员及市民代表都出席与会表达关心 希望老大人能随时保持好心情 长保健康快快乐乐的过每一天 接着讲帮演猴灵师报导